慈爱 如果只有一个人 受到你良言的慰藉 由你的鼓励而感到欢迎 由你的慷慨而得到解救 那即使所思的慈爱甚少 你就是人类的贵宝 你不应该灰心或者感到难过 可能有时你所爱护的人 似乎不关心你 使你心头很重 但是这些并不应该成为你沮丧的原因 只要你的内心充满人爱去对待人 这样即使接受者是忘恩负义 不理睬你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人慢慢不要靠别人来得到快乐 因为如果一个人 希望由他人而得到满意的生涯 这样还要被那些卑躬屈塞 和哭着来求食的乞业 还要糟糕